可以成为正式员工 然后我觉得他说的挺有道理的 我就听他的了 你们俩的狼狈为鉴 没有 当时他跟我说 他说上司正好是他的老乡 还是我们前阶级的学长 然后说对他还挺照顾的 我说那挺好的呀 这样出去工作 一个小女孩挺不容易的 刚进公司那么累 然后我就说 那你就跟人搞好关系嘛 人家就是对你挺照顾的 你也别就对人冷言冷语的 可是我没想到 他们到最后会搞那么暧昧 我实在是接触不了这些事 你那份实习你留下来了吗 那个单位 那个单位实习协议干了 但是最后没能留下来 那你还不让他去呢 因为我当时要跟他抢的原因 是因为我需要那份实习协议 然后来毕业 接着说 你进去了吗单位 现在我进去了 但是后来他来搅和 我现在没办法工作了 他找过什么呢 他不是那份工作没有 没有就是 没搞定 对 然后他就跟我说 说让我找学长 给他找一份工作 然后我就厚着脸皮去找学长 我说我男朋友没有工作 咱公司有没有适合他的职位 然后学长就说 没有 没有适合他的 然后 他不也没给我找吗 人为什么要给你找啊 他没给我找就没给我找 我不也没说什么吗 后来 就因为学长不给他找工作 所以他来到我们公司楼下 然后堵学长 还骂学长 说我和学长有暧昧 这个我去找你那个学长去骂他 是因为这个工作的事情吗 那你的女朋友跟别人弄了暧昧 我去骂他不应该 我觉得我骂他很正常 我允许他 对我好前提 是你让允许的 当时我是以为你们是老乡 然后就是随狗问一句嘛 他们 这种男朋友 我下面都不想听 我觉得趁早 你就赶紧走就完了 因为这事我就特别生气 他就让我就没办法工作下去了 全公司的人都认为 我是那种脚踏两只船 而且靠学长上位的那种女 那学长怎么认为呢 学长 学长现在不搭理我了呗 不是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对 确实我做了欠考虑 我没有考虑到对你的影响 但是你觉得你做那些事情都是对的吗 咱们以前在一块都挺好在学校的时候 现在快毕业了 你前男友现在要来石家庄工作 现在要调过来了 然后他还表示跟你复合 然后我现在做什么都是错的 你现在就要跟我分手 你觉得你这样 用心就是很单纯的吗 我跟前男友一点事都没有 跟你分手 跟前男友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是因为你做的那些事 都是让我太恶心了 他除了做学长这件事还做过什么事 他跟学姐勾搭 不是那你就可以跟那个前男友背着我出去吃饭 我跟学姐吃饭就没有了 再说我跟学姐也是跟我正常手段认识的 我们是在那个学校那个优秀毕业生见面会上认识的 你是优秀毕业生 没有就学姐嘛 学姐是优秀毕业生 对他就是回学校教一下那个业会的经验嘛 他就是说一下 他是忙前忙后 形影不离的跟着学姐 他给人学姐准备特别特别用心的交礼物 他从来没送过我礼物 不是人学姐回来了嘛 我是认识的 我我总的有点责任心嘛 我去帮人把那些事情做好怎么了 他说那个礼物 每一个学弟学妹都给他们负责 那你三个半夜跟人聊天呢 白天人工作呀 我晚上跟人聊聊天怎么了 你周六周天还跟他聊聊 我们去约会的时候 他经常跟他一起聊天 然后就把我晾在一边 不是那学姐当初是我主动加了人微信 你偶尔跟他搭几句话嘛 不然到时候你说万一要学姐 帮你找个工作什么的 我跟学姐也提过 但是学姐那边那个人也挺多的 所以就没 他说我觉得这些东西 这也是一种积累嘛 又不是非得就当场就得用上 这学姐没帮到他 他都对他这么好 我帮到他 他也没对我特别特别的好 就是我们临近毕业嘛 要构思毕业论文的事 然后我把我构思毕业论文的事 跟他说了 我把我的想法说了 然后他表面上说 我的毕业论文想法不可实际 然后让我不要用 那我就重新选呗 但是后来呢 他把我的毕业想法想了 然后交给老师了 成绩还比我高 不是 这个论文他当中说的时候 我跟他说的是 你这个构思是挺好的 挺不错的 但是因为那个论文 他那个实验的内容太庞大了 那一台实验要做七八个小时 而且要用到学校一个 特别贵的一个仪器 而且那个实验的数据 也不是一堵两度 要做好多 我说这个实验你太累了 我心疼他嘛 然后说咱换一个简单的题目 毕业就行嘛 又没必要非得那么完美 然后这个题目不就割下了吗 割下之后我就想 因为我在实验室那边 跟老师们也都熟 我可以用那台仪器嘛 我也有这个时间 这个实验我也能做完 然后我就把这个论文题目 接下来 然后我就做了 这个我只不过是用的时候 没有跟他说一声 我觉得他已经不用了嘛 我接过来用一下而已 他凡事都想着自己 从来没想过我 那你当初那个 咱们两个约好 周六出去逛街 我当时左等右等你不来 然后回头你给我打一电话 你跟我说 你要跟你同学出去吃饭 我当时虽然心里不舒服 我也说你吃饭就吃饭吧 但是后来跟你室友 出去逛街 你室友是怎么跟你说的 你室友问你 上次你前男友买的东西 在哪儿买的 那个零食挺好吃 我也想去买的 放我鸽子 陪你前男友出去吃饭 你前男友重要 还是前男友重要 而且还是背着我 我没有告诉你前男友 是因为我怕你误会嘛 就因为怕你误会 所以我陪他去吃饭的时候 我带着我们室友一起去的 那咱们两个刚在一块的时候 你也是带着我 去跟你室友一块吃饭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 跟你现在 你前男友要来到石家庄工作 还要跟你复合 现在要把我踹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 就是有联系的 你全是在找借口 咱俩在学校的时候 一切都很和睦 现在毕业了 我现在也没有工作 现在你前男友也要回来了 也要跟你复合 公司里还有一个 事业有成的学长 你现在就想把我踹了 你觉得你这样做合适吗 我问问女生 你是有跟他分手的意思吗 你是不想分手是吧 我觉得我们还是有感情的 只不过是有一些误会而已 说清楚还可以继续走下去 不想分是他的想法 坚决想分是你的想法 还是说其实只是一个警告 就想分 想断清楚 想断清楚了 行吧 你们看看这怎么办吧 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如果一个女人没脑子 就很容易被男人利用 但如果一个男人没有骨气 就很容易攀附女人 其实你刚才反反复复的说一件事 甚至都有点感动 严品红了 你说家庭条件就这样 你说没什么资源 或许从刚才所说的这五件事当中 有一些事是可以理解的 比如说 你让女朋友把工作的机会让给你 你心里恐慌 你觉得她的家庭条件不错 所以可以让你先获得这份工作 顶多这件事情看上去就是自私和不男人而已 这也没什么 后来你调窃她的理念 你大可以跟她说 我因为没有时间再去设计新的毕业设计 所以用你的概念来用一用 但你没有说 但是利用你和学姐之间的暧昧 来积累某种资源 又或者是利用自己女朋友和学长之间的暧昧 为自己将来留下一点机会 连自己的情感和自己的女朋友都可以出卖 将来你还有什么是可以不出卖的 你心里没有一点愧疚 你没有一点心慌 你说你没有资源 你很心慌 但是当你出卖你女朋友的时候 你心慌吗 当你指着她的学长说 你这个男人跟我的女朋友暧昧 你不心慌吗 你不男为情吗 你 就是没脑子 当你跟她说 我跟学长之间 学长喜欢我 我们要不要捅破这层窗户纸 不要让我跟她如此难堪的在一个工作单位上待下去 而她说没关系 将来这层关系可以用的时候 你难道没有感觉到 你有点悲哀吗 你在男朋友心目当中像个工具 而并不是真爱着你的人 你可以容忍她让你把工作机会留给她 是因为你帮帮她 但是如果一个男人最低的底线都没有 可以把你的情感作为自己工作的筹码的时候 你不觉得悲哀吗 你没有底线吗 所以记住啊 你今天自己说的话 要断得干干净净 可以吗 如果一个男人不把你奉若珍宝也就算了 如果把对你的感情都当成是事业的筹码 那么你们的这种感情大概是一点价值都没有 有点骨头好吗 骨头硬一点 别软啪啪的 听见没有 就这个 脚头抬下来 还好啊 因为年轻啊 今天摔醒了 以后不再摔就好了 老师说的话记住啊 记住 今天摔倒了好 你踏踏实实的干一定有前途 这个感情就算了 一会儿跟女朋友道一个歉 然后把身子挺起来 离开 好好去工作 一定有前途 女生 以后记住 坚守自己的底线 你们俩最后的一分钟 好好地感谢一下彼此吧 毕竟这么陪伴着过来了 是不是 一起进入 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60秒 在一块面多了 可能从开始毕业开始 我也确实 变得太多 这些事情做的 确实太过分了 我不指望你再留下来陪着我 只能说 我祝福你 我承认 我做的也有些错 但是 跟你在一起的那段时间 我是真喜欢你 但是 你做的那些事 真的让我挺伤心的 对不起 咱们俩在一起一年多了 我要签你那句话 谢谢两位 请回 看他们的时候特别感慨 来 请关门 我希望刚才是他们发自内心的一个表白 希望年轻的他们通过今天的这一跤能够衰醒 在他们的未来人生道路上面 把他们的腰挺起来 获得他们想要的幸福 我们来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